中心的核協修 黃先生 請請準備 大家好 我是慈芳工的中心的社工 我叫徐阿廷 其實我覺得剛剛我們這個機構 是一個服務精神障礙朋友的機構 在那邊我們每天跟精神障礙的朋友一起坐視 其實就像剛剛那個身心 就是剛剛黃先生說的 絕對不會 他所講的絕對不會是 身心障礙朋友的一個特殊的個案 而是在我們的身上一個集體的社會現象 我們因為障礙 當然在這邊或許我是一個社工 雖然我好手好腳 但是我覺得在跟他們一起工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深刻的感受到我們因為障礙 然後在不管在就業 在經濟 在各方面其實都形成一個弱勢的時候 在就變成這樣一個沒有條件的人 其實就更不用說找一個伴 找一個女朋友 找一個讓自己可以舒服的親密關係 在這種時候其實在親密關係上沒有出 在親密關係上沒有條件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社會上其實這個慾望也沒有出口 因為在現在性工作他其實是犯罪的 那我們一個身心障礙的機構 當然不可能帶著我們的會員去嫖妓 所以在我的工作的實務現場裡面 其實就有遇過幾次 像我這樣子的一個年輕的工作者 其實會接收到很多會員或許欲望的流動 或者是情感的投射 我印象人甚至是有一次有一個會員 帶我去一個會議室 然後他跟我說他有一些事情想要跟我聊一聊 然後我聊著聊這段 他就靠近我一個非常瘦小的會員 然後他就把我真的是壓倒 但是我第一次 其實我應該還算蠻高達的 就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說 一個女性在性上面的入室 但是在我們精神這個領域裡面 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 其實這個社會都不知道精神不太清楚 我覺得就算是醫院 也沒有人真的可以說你們治得好精神病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大可精神障礙朋友 在慾望上最常遇到的對待就是 好我一個工作者我可以說你發病了 我可以把你就送到醫院裡面 說你這樣子的問題行為很明顯的不合常理 你一個精神你認識我多久就把我扑倒 這樣子的慾望其實在醫療裡面 常常會被扭曲成就是發病 那你就去住院 那我就下很重的藥去壓制你的性慾 但是我們並沒有選擇這樣做 可是我必須要說 當我沒有選擇這樣子做的同時 其實我也面臨到一個是 現在社會其實並沒有一個正常的管道 讓這樣子的慾望有一個出口的時候 即使我選擇去看見 他身上正常的這個慾望的流動的時候 我並沒有條件創造一個空間給他 那這是一個很現實的處境 所以我們就是慈望不然就是在這邊 我們的主張是性工作可以除罪、處罰 甚至是我們希望在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我們想要在這個 甚至我們想要在這個新交易的市場裡面 這個想機制中可以有更多元開放的機會 能夠讓我們每個身心障礙朋友 都有自主選擇的機會 我們雖然是障礙 雖然我們有一些相對條件上的弱勢 可是在選擇一段買賣關係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我們這個買賣關係 是可以讓我們足足讓我們爽的 對所以我們其實希望 其實希望社會可以看到 我們能夠有一個開放的空間跟條件 然後能夠在這個性交易的市場上面 給我們這個自主選擇的機會 而不是又再度讓我們 在這裡形成另外一種壓迫 然後讓我們弱勢 然後在這個性權上面 又形成一個相對的弱勢 這是我們主張 謝謝